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伟 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台大通的V80长轴高顶 一款B型房车 昨天介绍了V80的对卡座 然后可以睡五人坐六人的一款房车 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一款 性价比超高的 价格非常便宜的一台B型房车 这台车它还是大通的V80长轴高顶 5米785的长度 2米65的高度 2米的宽度 也是蓝牌C罩是可以驾驶的 后尾部这个地方没有安装任何东西 包括爬梯啊 自行车架 还有彻底的行李架也是没有安装 咱们在外观这边 只能看到单单的一个直昂棚 直昂棚也是满足上牌要求 新款的底盘 然后最新款的也是布局 布局吧 因为它里面这个卫生间 大家可能是没有见过 好多车友 之前也一直反映说你们家为什么 乌生间都是一种风格呢 那么今天啊 这台车的乌生间 我带你来领略一下 首先中门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中门的沙门 也是防止蚊虫飞入车内 下方有一个燃气灶是可以咱们在车外做饭的啊 一个抽搭燃气灶烧燃气的上面是调道瓶 还有这个是一个外置的淋浴 中门这个位还配的有一个灭火器 也是可以减减减减少一些安全隐患吧 中门的沙门 夏天到了中门沙门它的作用啊 是必不可少的防止蚊虫啊 飞入车内不管是春夏秋冬都是需要这种中门沙门的 这种进入车内来看一下 车内它是一个四座的设计 目前副驾还没有安装 因为根据车友的一些要求 所以说这个架 这个座椅还没有包好 但是主架已经装上了 主架可以选择360度旋转 它是可以转过来和后面啊 这两张座椅形成一个对卡 凡把全车的电路啊给打开 里面有一点暗 这是我们的控制面板啊 上面有三个灯的开关 打开一下这个车里面啊 就感觉到特别的明了 横床的设计 先从中控台这边开始说起 V80的全新底盘 大连屏设计 然后多功能的方向盘 带定速巡航 还有AMT的挂挡的挡杆 200T的上期派发动机啊 AMT的变速箱 它是V80带家系好的 比较成熟这款车 来到这边还有一个隐私联的设计 晚上睡觉的时候 咱们可以把隐私联啊 对开一下 这样啊 可以保证咱们车内的隐私 头领的上方 有一个17寸的西顶电视 娱乐节目少不了 咱们在车里看一些自己喜欢看的节目 也可以看直播 上方还有一个储物格 包括最顶端有音箱啊 它是连接电视的 电视这个声音从后方传过来啊 不影响咱们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 两个吊柜 白色的柜面 点缀了一下 看起来非常的好看 然后这边啊 它是有一个推拉窗 这个窗户是可以打开的 里面这个窗户 咱们行车的过程中啊 后排人员 车户人员是可以看车 车外的一些风景 也可以通风换气 晚上睡觉的时候 这边有个隐私的一个效果 可以遮挡隐私 后横床的设计 然后是固定的卫生间 看到了吧 V80里面一个固定的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门还没有安装 里面的尺寸也非常的大 咱们一个人在里面上厕所 以及洗澡啊 转身啊 都是来去自如的 里面还配一个小脚盆 可以洗漱 这边还有一个镜子 上面还有一个储物格 可以储藏一些自己的 洗漱用品 最顶端有一个换气扇 是可以把它给打开的啊 静音的换气扇 而且还在双向 进气啊 透气啊 都是可以的 然后咱们来看这个让后空床 后空床设计 床下配的还有一款洗衣机 韩国啊 进口的洗衣机 床下储空间还是挺大的 里面有储放储藏有锂电池 这边还有逆变器 还有隐私联 然后上方是空桥 这个船的尺寸 没有之前啊 设计那个横床尺寸大 为什么 因为咱们根据车友的要求 这边啊 没有封死 因为它是带玻璃的啊 车友说想要透光啊 然后咱们这边做了两个防温的撒窗 这样啊 晚上睡觉的时候 把这个隐私啊 给打起来 这样咱们睡觉 然后白天可以透光 而且里面贴的还有一个隐私膜 所以说从车外啊 看不到车里的 没有做窗户 只是透光的一个效果 车友本身身高不高啊 身高不高 所以说啊 人家说加两个这种 透光的窗户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是你要身高高点的话 你我不建议大家再装 这样的话 咱们 它会缩暖床的一个长度 顶端还是两个吊柜 这边还有一个衣柜 下方有一个微波炉 还有一款冰箱 冰箱没有太大 50升的冰箱 车载的吗 啊 他可能啊 人家不喜欢太大的冰箱啊 占用空间 这边还有一个储柜 有一个吸收盆 还有一个电磁楼 下方也是三个抽屉 根据特意的一些要求啊 做了三个抽屉 方便他们啊 以后啊 储藏一些自己的东西 V80的房车还是挺不错的 这里面啊 V80的空间 这边还是也大 而且设计布局 也可以多样化 像纵床呀 也是后置厨位 还有这种横床 都是可以来做的 包括 纵床上下铺呀 横床上下铺 也都可以来做 这边是锂电池的一个 显示屏 哦 逆边器的开关 这是全车的一个控制面板 怎么样 这款车 符合不符合你的一些要求 而且价格也非常便宜啊 它是 非常亲密啊 它是在一个技术版上面啊 然后 就加配了几项 关注啊 每天带你来看更多的房车 咱们 可以在我这个视频的下方啊 留言 假如说啊 留言多的话 咱们下次来带你看这款C型车 这是也是我们七郎 马上即将下线的一款C型车 好的 今天的视频 就给大家拍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